Hello同學 歡迎收看ASEP凱顏數學 類題35這個工程問題 我們剛剛在上一題有講過了 所以你觀念沒有看懂的 你可能在第35題你還要再去看一遍 這題我們來直接 寫就好了 有一個工程男女各一個人 共同去做 要12天 那如果男生兩位女生七位去合作的話要三天 可以完工 今天男生一個人去讀作 需要多少天可以完成 那女生一個人去讀作要幾天可以完成 一樣我們去假設一天的工作量 所以我們去假設男生 一天 他可以做X 女生的一天他可以做 Y 所以我們就第一個列是 X加Y就是男生一天加女生一天 男生一天跟女生一天總共一起做 可以做幾分之幾 12天完成 所以他一天當然可以做12分之1嘛 對不對 那男生兩位女生七位去做 三天才能完成 所以也就是 2X加上7個Y 2X加上7個Y 等於三天完成 所以一天做3分之1 好再來我們把上面乘個兩倍做法都一樣了 2X加上2Y 等於這個叫6分之1 這個叫2X加上7個Y 他等於3分之1 來 下減上 下減上你會得到5個Y 等於 來 3分之1 減6分之1 會等於6分之2 減6分之1 也就是6分之1啦 所以Y就等於多少 Y就等於丟過去叫做30分之1 好那最後 X的答案呢 X就等於我的12分之1 老師帶進的是這個式子 12分之1 減掉 30分之1 所以他會等於60分之5減2 60分之3 20分之1 好所以答 我們可以寫答囉 他說 男生一個人獨作 幾天才能完成 你知道男生的工作量是30分 跟著 男生的工作量是20分之1 所以他一個人去做的話 他做了20天 可以完成 這個是男生 那女生幾天可以完成 他一天做30分之1嘛 所以他30天可以完成 OK結束